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爆发 以及国内汽车市场的发展 老款汽车三包法对消费者的保障范围和力度 也急需同步升级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汽车三包法成为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缘由 新版三包政策最大的变化在于 在三包责任相关条款中增加了关于动力电池 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故障包修 包换包退的相关规定 新版三包政策 第20条明确指出 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 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 因发动机、变速器、动力续电池、行驶驱动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的 另外 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 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续电池、行驶驱动电机 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 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 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 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 而且 新规强化生产者的质量责任 要求生产者不得故意拖延或无正当理由拒绝销售者、修理者提出的协助、追偿等事项 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对故意拖延或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的经营者 明确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总的来说 新三包赔得更多 包得更悬 罚得更重 汽车三包对商家拒绝旅行做出规定 大幅提高罚款标准 将由原来处罚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改为最高处罚50万元 最高处罚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